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套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这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最后的这脚推射 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 僵局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对手在边路 给他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恒传进去找队友 队友周围好像非常空啊 这球啊 像快递员送快递一样 飞到了门将手里 双方拼强很激烈 最终把球碰出了边线 德布里茨 边路啊 都是他的空间 在进区内 马上用铲球破坏掉对方的进攻 张鑫 张鑫 位置不错 看看他们怎么处理 看看张锐的处理 张锐 对方的领先要是还没误热呢 他们就立马搬平 你看他打到球 很轻松地绕过了防守 起脚打门 皮球也就应声入网了 比方被搬平成了以鼻 老贺 石堦 滋 拿到了球 简单的过人啊 好球打门了 手边毫不含糊地拿到了球 对面的边路放空了 本以为这次进攻很有威胁 没想到被对手抢回了球权 王珊珊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机会来了 门将及时出击 脚球奔着进去去了 没什么效果 打得太高了脚没有收住 先上抢断了 这会是个机会吗 裁判吹拔了犯规 扔一球玩了个配合 直接飞出来衡量啊 亚历山德拉伯普 很强硬的拼抢啊 漂亮的直载 力量十足 可惜就是角度偏了一点点 德布里茨 一次抢断之后 球来到了他的脚下 看这个直塞没有越位 球进了 再来看一次的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的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还在继续盘带 向前推进 刚刚我们还在分析进攻中 展现出哪些技术特点 结果这马上对方 就断球大半击了 这是萨拉德布里茨 他能扳平比分吗 好样的 他们对于刚才那个尸球 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强制扳平比分 来看一下进去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 给他夹的好处 完美的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最后是打门这一下 四两波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双方暂时打成2比2平 对方非常有威胁的穿越球 但是过不了他这关 他没有把球拳交给了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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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挡了对手的打门 还有危险 对手的打门依然被他拦住了 这次射门展现出了他这种出色的身体素质 只是运气差了一点 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 这个距离看起来确实有点远了 门将也没有想到他回来那么一脚倒钩 如果运气再好一点的话 我想门将是来不及做出扑球动作的 没错 两队今天替得积极主动 在控球方面都是做了很多的文章 希望这股好势头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目前来看呢估计还会有进球啊 传给了王珊珊 呃失误了 球被防射队员得到了 这也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 这是波普 打破平局的机会 再办明哨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您现在看到的是本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场上比分暂时还是平局 将球转移到另一边 换一边打试试看 双妹子往上拿球 没有把握住机会啊 球被防守队员拦下了 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 这是波普 这次拦截让他们士气大振 对方这次绝戒的机会被他们在最后关头 成功化解了 门将及时做出了反应 好机会啊 这射门射的啊 郑重门将下怀 他宣执都不需要做出太复杂的扑救动作 精彩的拼抢赢回了球权 好 球在他们脚下了 这次封堵啊太漂亮了 防止队员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球门后面的球迷都已经准备庆祝了 还好他反应及时将球挡住 是 亚历山德拉波普 这才叫持球推进啊 落点不够精准 被防守方抢到点 球又到了他们脚下 马上组织下一波攻势啊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尝试直接找另一边的队友 再重新调整进攻 机会很好 好球 他们现在再度比分领先了 在这个位置的球 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 也都非常图色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常规时间已经过去了60分钟了 还剩最后的30分钟 亚历山德拉波普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里纳马过 尝试打门 这球没能过门将这关啊 这种不就 符合大家对他的期待 小球是个追分的好机会 门将直接抓到了球 面对空门啊 这球必进啊 门将不知道去哪里了 这种打空门的机会 他是不会放过的 没错啊 抓住对方弄动 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 非常漂亮 又回到平局了 双方实力真是不相上下 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比赛 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 一个领先的机会 从他的这两个进球来看 这好像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什么叫手术刀板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条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赛被改写成了4比3 双方对抗很激烈 这个球是出界了 老贺 马贵处理球 直接打门 啊 球进了 这种距离他都能把球打进啊 谁能想到他会在这个距离即将打门呢 这个世界波可以说是犹如手术刀般精准 能打进这样的进球不简单啊 比分又被扳平了 起起伏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看他会做何选择 队友们已经跟上来了 比赛场上风云变换 刚刚说这球很有希望 这就被对方打脸接走了 这脚球传得不错 应该能找到队友 掉下破门 哦 漂亮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最后一记轻巧的挑射 为这次进攻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又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啊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少没有讲 有力进攻 比赛继续 打防止队员的身后啊 很不错的尝试 球被踢出来了 但飞得不远 对方还能组织进攻 对方还能组织进攻 王珊珊 后卫破坏了这次有威胁的进攻 再一次冲击对手的防线 他们不想当输家呀 传给了王珊珊 那切才是他的选择 王珊 能织合分叉吗 人家做出了扑教 都近了 但是不算 约位了 逃离之间哪 王珊珊 要感谢边才明察就好 漂亮的前场抢断 亚历山的大波普 这个位置很不错 观众都觉得可以打一脚试试 正好门将发挥出色 他们现在才只落后一球 比赛还没有结束 他们还有机会 他们要在这个时候啊 派上替补队员 想要瞄准打个角度 但是完全打偏了 这样的审门 完全跟精准扯不上关系 看台上的球迷认为 这个球 自家球队应该获得一个点球啊 他们对裁判员过于宽松的 等会儿 这球有气 精彩的扑教 大难不死啊 这个球有个折射 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们获得了一个角球 这是扳平比分的好机会 在前场抢到球了 如入无人之境 比比分落后 更让他们着急的消息是啊 比赛快要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